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使酒店敷了尾房 可能因为那间尾房 我不知道我去找第二间酒店 对传统 对禁忌 William 林少聪一直都是宁可信其友 尤其对风水师傅吹吉鼻胸的建议 他更加是言听计从 今天有些好运到 但好运在你现在方位的西北部 你去一转 开车 那条路是直的 但如果它是西北部 不是那条路 那我怎么转呢 其实当时我都问很多 这些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但他没有可能给到这些答案 他说 总之我去医书直说 你自己想好它 终了个圈 喝茶回来 就叫他改了个魂 但其实我告诉他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就知道我浪费了有钱一路时间 他试过叫我在某个方位 在数小时拿一些打货机 彈一弹 然后拿一本杂志拍地下 这次是相当经典 因为拍拍我老爸回来 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 他又不敢出声 因为他刚刚想说话的时候 我就接他 因为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数错了 一会儿我应该拍了几次 因为风水先生跟我说 你要拍八百六十四次 那就会知道贵人 当时很多很荒诞的东西 我都是相信的 总之他叫我做什么 他说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完全没有自己主意 总之我的做法就是 我给你钱 你说怎么就怎么 William以为样样造齐 已经深得神明的庇佑 不过偏偏当他搬新屋 一入住 竟然遇上连串怪事 凤水先生跟我说 你这家屋有骯髒的东西 他说 你知道那些有什么 算来算来的 他说你数什么 他说不 不知道 我说那有多少只 他说有三至四只 他说有一只女鬼 在你睡的那间房 唉 糟了 我在这里住的时候 就会听到外面听 有些玩具 我一会儿有很多玩具 因为玩具车会无故自己响 是这样的 我大门口都没有成 自己会落门 闪门 厕所的灯制 无缘无故开关的 怕怕下 住了一个两个月 我都已经开始习惯了 有一晚我自己 可能心念问题 我们跟自己说 段故都没事了吧 突然间听到一把声 看一些女人声 回答了我一句很清晰的 你以为吧 然后在这里笑 然后我们整个人移动 好像俗称那些人说 被鬼差 不过 William一直都抛不开 传统的包袱 直至他决定 将家里的灵异物品 完全清理的前一晚 怪事再次发生 在我的睡房 常高擠了两个铜船 擠了一瓶盐水 我睡到四 我想四点多钟 突然间 有一把声音 就是说 我奉主耶稣的名 一刻你马上离开这里 我很清楚 不是在睡梦 我立刻闭大眼 那时我心想 谁在说话 但这把声音 这么说话 连续说三次 到第三次的时候 他把我变成我们 我记得我是很自然的 开了声 我眼睛的焦点 是看着 我房门口的铜船 那些东西 当我一起去喊的时候 突然间 房间 是 黑的时候再吓一吓 我感觉很害怕 我心里好像离一离 突然间好像有些东西 直觉我不知道什么 总之有一种感觉是 离开 所以 我马上坐起床 祈祷 祈祷了很久 我说了很多话 我不知道我们说什么 我祈祷到一身寒 但是很热 但是后来 这个人是很开心的 很喜乐的 经过那晚之后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成绩 就是由那晚开始直到现在 我并不怕客 摆脱了几十年的灵异恐惧 William在2008年还去读神学 期间他开始创作诗歌 一心以音乐传道 我记得在七年前的时间 我曾经跟神立约 就说我要重新拿到其他 因为都封了成的其他 去为他做事 这七年来 我会不断去走入人群当中 当中我经历到很多人 透过我们摆上一些音乐 还有我们肯定用音乐传播 有很多生命得着造走